大家好,这节课来讲一下眉毛和眼睛的画法 前几周就一直在说,包括咱们的作业里面也都提到了 让大家去多观看以商用商业插画参考里面的图片 有很多细心的同学已经发现了 就是这些以商用插画里面的人物的眼睛和眉毛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难画,对新手非常的友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用以前的我们讲过的那个分析和分类的方法呢 来总结一下我们眼睛和眉毛的绘制特点 首先呢在我们以上用广告商业插画参考里面 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这种痘痘眼,咪咪眼实在是太多了 我截图都截不过来 这个也是最适合我们新手来画的眼睛的样子 你可以只画成一个小痘痘 也可以简单的像这样给它加上一根睫毛 也可以一只眼睛是痘痘,一只眼睛是这种咪咪眼的这个样子 有点这种比较俏皮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可以给它的眼睛上面啊比如说像这样 或者这样加一个小高光都是可以的 然后说如果是开心的笑的话 我们就画成这种弯弯的啊笑眼弯弯的这种状态啊 以及这个 如果说是那种比较甜美的闭眼睛的这种感觉呢 我们就把这个弯曲的弧度改成向上弯曲的啊 然后这种咪咪眼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 它弯曲的弧度不要太大啊 然后如果说太大的话会显得比较呆板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痘痘眼啊也可以画成这种长条状的 长条状的眼睛 其实这样的也是挺个性的还挺受欢迎的啊 然后我们在我们这个画面当中就是截图到的这些画面当中 眉毛的位置和形状相对来说还算随意啊 就是在眼睛稍微靠上一点点 咱们画一个眉毛就可以了 然后这两个眉毛相对来说啊 就是不管是笔刷的大小啊还是颜色呀 反正都是基本上一样啊 差不多对称 基本对称就OK了 没有说是特别的死规定啊 必须要跟他画一个一模一样的对称的那种感觉 实际上绘制机法很简单 他们很多人也是用的跟咱们类似的一些粗糙笔刷 是不是能看得出来 就这些边缘呢其实还是蛮粗糙的啊 跟我们用到的笔刷呢是比较像的 嗯这个好处呢就是不管是正脸还是侧脸还是微微侧脸 咱们都以同样的方式去处理就可以了 当然呢我建议大家最开始画人物的时候 尽量的还是用正脸 因为正脸比较简单 虽然说都是逗逗眼啊 咱们得把它的位置放对了才好看 位置放不对的话 还是脱离不了蒙心行为 还是会把这个人物画的又傻又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人物模板 啊就是人物模板的每一个人物的脸部 咱们都给他画了这个眼睛鼻子嘴巴的相对位置啊 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画的这个球看上去比较大 面积比较大 也就是说啊在这个眼睛模板的这个球覆盖的范围之内 咱们都可以去给他画上眼睛 然后五官分布的标准呢 其实跟动物差不多 就是如果说你想表现他的可爱 表现他年轻 那就不要让他的这个眼睛 占咱们整个脸部的这个位置太靠上 然后眼睛如果说越高的话 人就会显得越老 然后你会发现啊 在咱们的已商用的这些商业插画当中 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 你看这个年纪大的 这个是妈妈背的啊 这个是跟咱们差不多的年纪的啊 这个成人背的啊 然后呢 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 他的这个眼睛的高度也没有处理的特别高 在我们插画里面就是大家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准则吧 只要是好看的脸部 不管大人小孩 他的眼睛位置都没有特别高 然后眼距啊 也不要离得太接近 当然也不能无限拉宽啊 就是在我们自己感受 就是自己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让他尽量的去 以一个适中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脸部就可以了 太宽或者是太近都会显得不太好看 那如果说你拿不准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 比如说你画的这个眼睛比较小啊 没有像他这样这么大 那我们就在这个黑球的中心去点出这两个点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 还有一部分眼睛就是这种加入了更多细节 以及装饰的啊 类似于一些卡通的大眼睛 这种眼睛的特点呢 就是很多都有眼白啊 我们之前这些都没有地方去给他画眼白 但是这些呢就是很多的都会有眼白 然后呢会有一些这个眼球上面呢会做一些这种渐变啊 或者高光啊或者这种星星点点闪闪发光的这种东西啊 就显得还比较灵动 嗯同样是在商业插画当中感觉用的人数还不是特别多啊 就这个眼睛的表现确实是比我们之前的更加灵动了一些 起码你想让他表示这个人物正在看向哪个方向 咱们用这样的方式就能表现出来 你看像这个小孩 他明显的就是看向这个左前上方 对不对 然后这个小孩明显就是向下看 然后这个人物也是明显的向下看 这个人向下看 然后这个人向左看 就是人物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动态 它是我们能够非常清晰的分辨的 然后呢整体的这个眼睛也不是那种比较写实的形状 因为咱们真人的眼睛它是类似于那种橄榄形的 两边慢慢变细长 慢慢变尖 中间是一个椭圆形啊 有点像芒果的那种形态 那但是这个稍微加点细节的风格呢 就第二个风格 这个眼睛的造型基本上还是呈现圆形 看上去比较的卡通比较的萌 然后相对来说 他们的这些眉毛的处理的方式也是比较的随意 在眼睛上面啊 就简单的做一个点缀就可以了 就是两边的眉毛啊 就是用同样的笔刷 用同样的处理方式 这样子来做就可以了 那建议大家如果说真的很想画这样的眼睛的话 咱们尽量去画正面的脸部啊 就一正面的脸部还是比较可控的 如果说侧面或者斜侧的话会出现 比如说一个眼睛稍微小一点 离我们近的眼睛稍微大一点 会有那种透视的感觉 你看这两个眼睛它就不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画正脸的话 这两个眼睛我们可以完全画成差不多的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画的是一些微侧脸啊 比如说就像这样 微侧脸咱们再用同样的形式去处理的话 就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僵硬 然后我们这个卡通眼睛的位置呢 还是按照咱们模板这样 就是模板画在哪 咱们就画在哪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三种 这种就是类似于半写实的眼睛 就有点漫画的感觉了 它的形状呢是接近咱们真人的眼睛的形状的 然后细致一点的还会加上什么睫毛啊 这个眼线啊卧蚕啊什么都会加上 这个就算是画的比较细致的那种了 虽然说这些眼睛看上去更加的真实灵动 但是呢我还是不太建议新手去碰这个类型的眼睛 因为这个类型啊 就是脸部稍微变一点角度 它的形状就会很不一样 这个是正面的眼睛啊 两边都是正面的眼睛比较对称 还是还算是蛮好画的 然后这边呢是微侧面的眼睛 这个也是微侧面的眼睛啊 然后这个也是微侧面的 就是只要你的脸部呈现了微侧面 这个左眼和右眼的形状差距还是蛮大的 就有很多同学把握不好这个度啊 就画出来会特别奇怪 就感觉好像眼睛多多少少有点毛病啊 然后呢 这几个啊 还有这几个其实都是一些微侧面的眼睛 然后这张是一个纯侧面的眼睛 这个纯侧面的眼睛 它跟正面的眼睛就没有任何一点相似度 就就完全不像的一个处理方法啊 就是另外的一个处理的形式 也就是说角度的不同会导致每双眼睛都不一样 如果说咱们用这样的方式去画啊 其实并不讨巧对于很多新手来说 就你把这双眼睛啊 比如说这个你就把它垫在底下啊 给它调整一个不透明度垫着描 有的同学描出来都是歪歪扭扭的啊 不如人家画的好看 更何况说我们自己去画呢 然后咱们前面画过的这两种眼睛啊 就是这是第二种 这是第一种啊 然后我们画一段时间之后 你对自己的这个画面把控 对软件的熟练度上来之后啊 如果说还有时间的话 咱们就可以刻意的去多练一练 用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些观察法啊 这个临摹法多画几个眼睛去感受一下 慢慢的才可以让咱们的这个画面 过渡到可以处理这些稍微难处理的眼睛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眉毛啊 相对于之前的几种来看 就这种半写实的眼睛 配上的眉毛也是半写实的 对不对 都非常的讲究 这个形都非常的好看 非常有形 这个很正常 就好比你买了一个很很贵的包 给这个包配一身衣服 对吧 你好好的做了一个很贵的头发啊 你可能要给他带一点高级的发饰 或者耳饰 要不然就是浑身上下 只有这么一个地方精致 细致精美 然后其他地方都跟不上的话 还是会显得整个画面很掉队 很丑 所以他们的这个风格普遍来讲的话啊 不仅仅是眉毛 包括鼻子 包括嘴巴 包括耳朵 都会比之前这两种要更加的精致 复杂啊 这个绘制难度呢 要高一些 所以呢 我还是要再重复一下啊 就是我们是之前讲过的话 咱们萌新一定要聚焦最主要的矛盾 聚焦最主要的目标 现在我们要出作品集 要把这个当做简历啊 当做我们实力的证明 如果画不好的部分 我们宁愿不画 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在简历上说 我哪哪哪不行 而是告诉他们 我哪哪哪画的好 哪哪哪行 对吧 我们现在时间精力非常有限 要在三个月之内啊 尽量多的去出作品 而不是说 我们现在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去研究这些好看并且难看的画面啊 然后研究个半天画不出来 在那自怨自愈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那我们就在当下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我们把它给做好就可以了 哪怕我们画出来的东西 非常简单 但是其他人都这么画 对吧 就是所有的这个商业插画当中 这个是最普遍的形式 那咱们这么画就是没有问题的 客户选择最多的这个画风也是这样的 那有什么可怕的呢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去挑战 想要去提高的话 咱们最多呢 是进行到第二步啊 就这个步骤 再难一点的这种眼睛的处理方式呢 我就暂时不建议大家去设计了 但是啊 有的同学就忍不住 哎呀老师 我就觉得这个风格好看呢 我就想要这样的 我不光想要这样的 我还想要画更难的 更好看的 啊那好 就是咱们这次作业呢 你先把前两种画好 如果说啊 就是你画的好 咱们才有资格去研究后面男的 如果说咱们啊 大家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五周了 可能也发现了 很多东西都是老师讲的简单 然后去看老师师范的时候 也觉得很简单 但是自己上手就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你们不要小瞧这两种 就是这次的作业 大家能把人物给处理的好的同学啊 然后如果说你非常的想要去研究这些 半写实 甚至写实的眼睛怎么画 那你再研究啊 我说的是 咱们有时间再去研究 如果说你连前两种都画不好 你作业都赶不完 那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啊 先把这个画好啊 或者是把这个给画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 到底应该怎么去绘制啊 我们先从这个 痘痘眼和咪咪眼开始说 咱们绘制的时候呢 其实第一步就是先 先解决这个人物的动态啊 这个动态呢 咱们可以用人物模板 也可以用这个 用我们自己去临摹的 也可以自己去摆造型 这个我就不限制大家了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底色呢 先给它涂成一个肉色 我按的是out加delete键啊 就整体填充成肉色 我们就在这个肉色上面呢 去画这些痘痘眼 这样的更加的清楚 更加的清晰 那还是我们打开这个笔刷啊 然后我们选到这个机里画笔2 咱们在画这些眼睛选色的时候 注意啊 咱们尽量的不要用纯黑色 就他们用纯黑色的都少 大部分都是这种红棕色 对吧 就是跟头发差不多的颜色 然后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也是尽量的 不要让它太深 就是太深会长在脸上 就会有点突兀的感觉 那我们给它稍微调整一个红棕色啊 这个就已经比较深了 这个颜色 那我们画这个眼睛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啊 就是这样去一点一点的把它涂出来 就是画痘痘眼的时候多涂几下 然后让这个痘痘眼呢 是整体呈现一个规则的形状啊 你不要画出来以后这个样子啊 就是看上去就是歪歪扭扭的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就很不好 对吧 这两个一笔 你肯定更愿意选这个 就是我们的边缘可以粗糙 但是整个形的这个感觉 要给人是好的啊 然后我们画完了一个之后 因为痘痘眼 它实在是太像了嘛 另一个咱们就不用自己再费心去画了 除非是那种啊 大大写透视 你非要去做那种什么 近大远小的那种东西的话 那我建议就是咱们画正脸嘛 正脸我们就可以去给它复制出来 给它复制到合适的地方 怎么去复制呢 啊 就是我们按住键盘上的 Ctrl加out键啊 就是这个不光可以复制内容 也可以复制涂层 反正这是在我们的这个快捷键里面 也有也有写啊 就是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如果说你想让它平着去复制的话 咱们按住Shift键啊 就可以以这个平行的状态去复制过来 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角度 但是在我们画面当中 可能不需要这么平行 万一你画的就是一个稍微倾斜一点的脸部呢 咱们去这样去拖动它就可以了 拖动到合适的位置 咱们再松开啊 松开它就确认了 这样两个眼睛就画出来了 如果说你想要画一个这个眼睛 带有一点高光的那种 有一些痘痘眼 它上面啊 会带一些高光啊 这样子的处理 我们先把这个笔刷调小一点 笔刷太大了 这个高光还显得不那么精致呢 带了一个高光 那我们就先把高光画出来 然后再去给它这样复制 注意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光线 是从一个光源来的 所以我们两个眼睛的高光 它的位置应该是差不多的 有有很多同学我看到啊 就是它会对称复制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眼睛的高光呢 它是这个样子的 上面一个大的 然后底下一个小的 然后它到了这个眼睛的时候呢 就画成这样 这边是一个大的 这边是一个小的 这就是思考 丝毫不动脑子的一个绘制行为啊 就是很多已经成熟的画师 有的时候都会犯到这样的错误 所以呢 就是我们在画画的时候 不管是你画个什么东西 我们都要先考虑啊 光源在哪 我的高光应该点在哪 是不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受光面啊 所以呢 这一部分还是需要 希望大家来注意一下 然后当我们画完这些部分之后 咱们再去画眉毛啊 眉毛就在这个眼睛上面啊 一点点 你可以正冲着它 画的比它稍微大一点点啊 或者是粗一点点都可以 然后这个眉毛呢 也是建议大家多画几笔啊 因为我们只画一笔的话 它就是这种很稀松的这种感觉啊 不是很 这个行为让人觉得不是很精致 如果说你觉得 哎老师我每次都画不好这个眉毛啊 每次都涂得乱七八糟的 那我们就给它放大画啊 这个放大画 然后呢 去把它补齐 这样是一个办法 还有就是用什么 用钢笔啊 我们直接用钢笔 给它拉一个这样的弧线出来 然后去给它进行描边啊 拉一个你自己满意的角度 然后呢 再换到这个笔工具 给它进行描边 多描几次 比我们自己画出来的 还要精致 对不对 那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完善我们的画面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眯眯眼的画法啊 眯眯眼的画法 其实跟这个眉毛的画法 其实是有点像的 就是跟眉毛的这个角度相反嘛 啊 我们可以先给它画一个闭着的眼睛 先做出一个弯曲的形状 这个弧度不要太大啊 然后呢 我们再选到这个机理画笔 我们可以给它先处理的稍微粗一点点 加粗一下 然后进行描边 多描几层 然后这样其实有一点点呆板 那我们再用这个橡皮啊 然后再选择机理画笔2 咱们去把它给放大 放大擦成一个这种两边两头尖尖 然后中间有一点点粗的这样的形式啊 这样呢 我们的这个眯眯眼就感觉更加的舒服 舒适 这样去给它擦一下 然后这个是闭着的眼睛 睁着的眼睛呢 咱们就是按照这个同样的处理方式啊 把它倒过来就可以了 或者你这样处理完了以后 按一下这个垂直翻转啊 这就是开心的笑 像是这种眼睛 咱们都可以用同样的处理方式啊 然后呢 眉毛呢 呃 如果说开心的笑的话 这个眼睛和眉毛 咱们要做一点点区分啊 就是不要感觉是像他这样 四条小短线在这里 呃 然后我们尽量的可以让这个呃 眼睛的这个厚度可以稍微宽一点点 对吧 然后让这个眉毛的厚度呢 眉毛的这个边缘呢 稍微的窄一点点 或者眉毛贼宽 然后眼睛贼细啊 都是可以的 就是让它稍微的做出一点差别 不要说是两个感觉都都一样 我们把这个眉毛画粗一点 然后眼睛画细一点 或者没这个眼睛 咱们描边的时候 就给它描一个大粗边啊 然后描粗一点 然后眉毛呢 咱们给它处理的细一点 是这样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来画一下这种 比较有细节的眼睛 首先呢 它们都比较圆 对吧 我们就直接用到咱们的形状工具 选到这个椭圆工具 我们直接拉一个圆出来 啊 你想让它竖一点 咱们就竖一点 因为啊 这个也是挺挺竖直的一个圆 然后其他的都是一些比较标准的圆 那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拉一个啊 先以一个标准圆来进行这个演示吧 我们拉了一个标准的圆 然后我们先新建一层 选择咱们的这个笔 把这个笔刷条细一点点 颜色呢 还是这个红棕色 不变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整体的描边 多描几层啊 多描几层才会更加的精致 然后这个路径先不要删 我们在这一层下面 再新建一层 这个图层3是咱们刚刚描边的 底下新建一层 我们按住键盘上的Ctrl加回车键 然后呢 给它填充白色 咱们其实填充这个背景色啊 背景色咱们不是一直定的是白色吗 填充背景色的这个快捷键是Ctrl加Delete 如果说你用不顺手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前景色调成白色 然后按Alt键加Delete键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按住Ctrl加D键 取消这个选区 接下来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描边层 用咱们的橡皮工具 把它的这个底下啊 下眼皮都给擦掉 然后上面呢擦成这种见影的状态 也是两头细中间粗啊 渐渐消失的感觉 接下来呢 我们再用笔工具 用画笔呢 给它补一下 放大了去补一下 补出它的这个睫毛 如果你想画睫毛的话 咱们就可以补一下它的睫毛 这个睫毛我不建议大家就画好多啊 咱们画上两三个 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睫毛呢 也建议大家多图几遍 因为我们的这个粗糙画笔 确实是 你享受了它的优点 你就要忍受它的缺点嘛 然后把这里处理好之后呢 我们再新建一层 接下来呢 我们来画一下它的这个眼球的部分 眼球的部分还是用这个 椭圆形工具 咱们给它拖一下 可以让它看正上方 让它的这个眼球 稍微往那个眼皮下面去塞一点点 现在我们看的是左上方啊 然后我们再选到机里画笔 再去给它进行描边 描完了之后 按住Ctrl加回车键 再按Alt加Delete键进行填充 填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对它进行锁定 锁定之后 我们再选一个渲染笔刷啊 再选一个浅色 用我们那个高光选色法 就是与阴影选色法 正好相反的那个颜色 我们选一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 咱们给它把笔刷放大啊 浅浅的涂一层 让它的这个眼睛的底部啊 呈现一个颜色比较浅的 这种渐变的感觉 然后如果说你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个机里画笔2 在这里给它画一个眼球啊 就是吸这个重色 给它画出一个眼球的感觉 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咱们这样子处理完了以后 就记住啊 现在就不要点高光了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眼睫毛嘛 我们不能说是直接去复制它 我们如果说想要去复制的话 咱们还要把这个眼睫毛 给它左右对称过去 对不对 我们先把这三层全选中啊 全选中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次按住我们的这个 Ctrl加out键 我们对它进行平移 移动到合适的部分之后呢 咱们再按CtrlT 点一下鼠标右键 水平翻转 翻转完了之后 是不是觉得 哎 这两个有点斗鸡眼的感觉 那我们就把这个眼球的部分 给它CtrlT啊 移动到这边 就是让它的眼球出现在 基本上同样的位置 然后这个眼球 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它最重的部分啊 是在这里的 那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旋转 把它重色呢 转到这个左上角去 接下来呢 我们再新建一层 给它点上高光 是不是我们这个处理方式 就已经有一点点麻烦了 这个高光啊 尽量不要点到这个眼皮这里 因为我们上边这条线 它代表的是眼皮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眼皮 其实到这个眼球底下 就是差不多 我用一个红笔来标一下啊 就是这样的一块距离 都是位于这个眼皮 下面的阴影的部分啊 所以这部分也可以 不画高光 然后我们的高光呢 就是距离眼皮有一段时间啊 咱们画上它的这个 眼球最亮的这个高光 这样呢 我们这个高光就可以体现出 它的眼睛的这个 目光的朝向啊 如果说咱们想让它 比如说这个 想让它的这个人物眼球 就看向我们啊 咱们可以把这个高光 故意的点在这里 就就可以让它的这个 整个的眼球往回拉一下 如果说我们把高光 点到了这里的话 这个人物它就是真的 在看向左上方的感觉啊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变化 然后在下面啊 对角线的位置 咱们可以画一个小一点的高光 直接用白色画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找到咱们的这个底层 底层圆 圆形的这个底层 就这个图层四啊 就是一般情况下来说呢 咱们这个眼白 它还会有一个阴影的部分 那我们给它降低啊 降到这个70%左右吧 这个颜色就比较正常 然后如果说你想让它多一点 这个颜色倾向的话 不是纯灰色的话 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这个 这个眼睛 眼睛线条的颜色 眼睛线条是有一点橙红色嘛 那我们就给它多一点 这个橙红色的倾向 用这样的方式呢 把这个眼睛下面的 这个阴影的部分 给它体现出来 不要画错涂层啊 如果说觉得哪里画的不舒服 咱们再用这个橡皮 去把它的形状给擦出来 哦 不能用橡皮 因为我们直接在这一层上面画了 那我们就直接选这个白色 把它给补好就可以了 这样咱们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啊 就是第二个阶段的眼睛呢 咱们就可以画出来了 你当然也可以画的稍微简约一点 不画睫毛啊 或者是跟他们一样 不去做渐变啊 不去加高光啊 其实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演示的就是那种 稍微复杂一点的画法 大家自由的去进行取舍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眉毛啊 眉毛都是跟上面都是一样的画法 在这个两个眼睛的上方 咱们呢画出一个粗细基本一样 然后基本对称的眉毛就可以了 见谅的啊 这两个眼睛不要离得太近 我们的这个鼻子呢 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 嘴巴呢在这个位置 是会稍微的看上去舒服一点 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再见